慈悲胜于金钱 鹿绒是一种贵重的中药 是指梅花鹿或马鹿的熊鹿 刚刚长出的具有蜡指的右角 由于鹿绒名贵 因此很多人都以饲养梅花鹿为野 等它们长出鹿绒后便会割下出售 家住乡下的新鱼 和丈夫移植后 便向一位老朋友学习 如何饲养梅花鹿 它们希望能够靠养梅花鹿来致富 我跟你说 养鹿很简单的 哎呀 这些梅花鹿可真漂亮啊 怎么样 不如你们也一起来养梅花鹿吧 最近几年鹿绒的价格非常高 养鹿一定能赚到钱的 老公 你认为怎么样呢 好啊 我们就养鹿试试看吧 希望它能帮我们赚到钱 你们养鹿 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 毕竟我养了这么多年了 一些经验还是有的 嗯 那就先谢谢你了 新鱼和丈夫花了二十几万 买了四只梅花鹿 三只梅根 一只公的 新鱼帮那只公鹿取名为鹿鹿 这四只鹿花了我们二十几万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本呢 别着急嘛 只要鹿鹿长大了 那三只母鹿多生几只小鹿 很快就会回本的 那就等等吧 从此 新鱼便开始了她的养鹿生涯 每天早上一起床 她便来到鹿舍 只要她一出现 梅花鹿就会纷纷围了过来 她喜欢抚摸鹿的头和背 并且和它们说话 小家伙们 我来看你们了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等一下我给你们鲜嫩的牧草吃哦 好了 鹿鹿别调皮了别调皮了 这样才乖啊 只要你乖乖的 我就唱歌给你听 随着四只小鹿渐渐长大 新鱼鹿城里的鹿也慢慢多了起来 到了准备割鹿绒的时候了 新鱼和丈夫来到了老朋友的鹿场 学习如何割取鹿绒 最近好吗 听说你们鹿场现在有十几只鹿了 是啊 有几只公路已经可以割取鹿绒了 我们今天就是来跟你请教如何割鹿绒的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我今天正好有要割鹿绒呢 走 我带你们去看看 以前割鹿绒都是找很多人把鹿团团围住 然后在河里扑上去 把鹿压住后 再割鹿绒的 啊 这么做的话 那以后那只鹿还会和我们亲近吗 哈哈 现在已经不用这种方法了 因为万一鹿发狂到处乱撞的话 是很容易使人受伤的 那现在呢 嗯 现在都怎么割鹿绒 我们现在就割给你们看 东西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工了 老板 工具都准备好了 割鹿绒正式开始了 首先将豆腐麻醉剂 用摔管注射到鹿身上 几分钟后 美花鹿便倒地不动了 接下来开始用干质切割鹿绒 在切割的过程中 会流出大量的鹿血 工人会用盆子来接这些血 因为鹿绒血也是上等的补品 这鹿绒 这鹿绒太残忍了吧 这鹿血可是非常苦的哦 你要不要尝尝看 不必了 不必了 帮它止血吧 最后一步是用草灰 帮鹿的伤口止血 如果没做好的话 梅花鹿会有约 百分之二十的死亡率 再过几分钟 这只鹿就会醒了 你们看 现在割鹿绒其实轻而易举 哪天你们要割鹿绒的话 我去帮忙 割鹿绒对这些鹿来说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我真有些不忍心呢 我们养鹿不就是为了割鹿绒吗 要不然我们养它们做什么呢 是啊 我们养它们就是要割鹿绒的 第二天 星仪的养鹿场开始割鹿绒 鹿鹿被割下鹿绒后 一连几天都不太吃东西 精神也不好 看起来非常可怜 我来帮你割鹿绒了 真是麻烦你了 鹿被麻醉后 会不会再也醒不过来呢 这种情形也是有的 有些鹿会因为对麻药过敏而死 鹿鹿 我的鹿鹿 鹿鹿 我不敢看了 出来吧 鹿鹿的鹿绒已经割完了 你去照顾它一下吧 鹿鹿 对不起 对不起 转眼间 星仪仰鹿已经有十几年了 它路程里的鹿越来越多 它对鹿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鹿鹿 你怎么了 十几年过去了 最先的那四只小鹿 如今都已年迈 鹿鹿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这次生病 更让它距离生命的终点 越来越近 这只鹿不行了 没办法医了 赶快处理了吧 鹿鹿不行了 我不相信 不相信 这只鹿 就算健康也不能割鹿绒了 一头公鹿 大约有十五年的产容期 通常鹿没有鹿绒可割 或体弱病残时 就只能杀掉卖肉 什么 杀掉卖肉 是啊 市面上的鹿肉很多就是这样来的 不 我绝对不会杀掉鹿鹿的 它只是胃口不太好 我弄一些它最喜欢吃的嫩玉米给它吃 它就会好起来的 你老婆心肠太软了 她这种性格是不适合养鹿的 是啊 美宁割鹿绒的时候 对她来说就像是在割她自己寺的 看来当初不该做这行的 鹿鹿的 吃下去病就好了 然而 露露这些才是 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那一天上午 星仪就坐在她身边 抚摸着她 直到她闭上了眼睛 老婆 走吧 露露已经不行了 我知道 但我想陪着她 我想让她感受到 我没有引起她 后来早期的那三只母鹿 也相继死去 每一次星仪 都会难过好几天 她再也无法承受 这种内心的煎熬 于是便和丈夫商量 如何安置所有的鹿 重新改行 每隔一次鹿 荣物或是死云之鹿 你都像是病了一场似的 这样下去该怎么办才好啊 我和那些鹿都有了感情 看他们受苦 我心里难受啊 看来当初 我们就不该做这行的 老公 我们不要再养鹿了 我们改行吧 好吗 我也担心再这样下去 你真的会生病的 明天我就联络看看 看哪里可以安置这些鹿 星仪的养鹿场 要关门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有很多人前来买鹿 他们不是要买来割鹿绒 就是要卖鹿肉的 星仪全都一口回绝 最后星仪将鹿交给动物保护团体 由他们将鹿带到国家公园 进行野放 你不要担心 我们会将这些鹿在国家公园 进行野放 在那里 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好的 非常谢谢您的帮忙 再见了 希望你们在那里 可以过得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帮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